今天的小顏之夜 我們要請到的這一位 當年大家都說他們是 樂壇四小天后的姊姨 她以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而且又會唱又會跳 但是她的演藝生涯 並不是這麼的順利 常常我們說 妳真是災難小天后 但是今天她說 我是一個瀟灑的小姐 這一路她是怎麼走過來的呢 讓我們來聽聽她自己告訴妳 她就是蕭雅軒 在今天的小顏之夜呢 我們要為您介紹這一位呢 最近她叫做瀟灑小姐 不過說起來她進入歌壇呢 這麼多年以來呢 真的要比較瀟灑 因為她呢 每一次出片啊 或者常常有合約啦 或者腳摔斷啦 或者扭到筋啦 有的時候我們叫她 其實她真的是小天后 讓我們歡迎蕭雅軒 哈囉 蕭雅軒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因為蕭雅軒不是一個人來的 對 蕭雅小姐帶了她的整邊人 我蕭雅兒子 蕭雅兒子嗎 蕭雅小弟 蕭雅小弟 蕭雅 蕭雅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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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雅小姐 蕭雅小弟 蕭雅小姐 蕭雅小姐 對 蕭雅小姐 蕭雅小姐 對 蕭雅小姐 其實妳每次的專輯 真的衣服什麼都很炫耶 謝謝 都自己弄對不對 自己跟造型師都會一起 對 這次看了妳的MV 然後你... 好棒喔 還有你那種舞蹈 對不對 現在Eva從開始 其實你唱歌 對你來講 滿多哭的事情喔 我愛哭 我哭點很低 哭點很低嗎 對 因為我記得我看你的資料 在剛開始的時候 搖錢又滿兇的對不對 不能講兇 應該是講他... 很嚴厲 很有他對我的期許 很厲害就是會比較像一個嚴妇 嚴妇一樣 很有紀律這樣 很有紀律 對 然後我又太小 然後我又比較有個性 真的喔 所以他太主要壓在我身上 不然我會反哭 對... 可是你真的其實在一邊錄 會真的一邊哭對不對 每天哭啊 錄一次 每天哭喔 我就說 為什麼以前唱KTV都不是這樣 對 這我要告訴很多 想往演藝圈的小朋友 在唱KTV的時候真的很高興 但是進錄音室 完全不是那回事 不是 因為覺得整個聲音都被放大 然後所有的細節 然後一點點不對勁 就馬上停這樣 然後他說 你不覺得你剛剛那個咬子跟這個 我就... 有嗎 然後我就問他說 對啊 你不覺得剛剛那個表情 比較有那個生動 會嗎 我就說 一開始就有很多問題 然後我又很愛問 是嗎 為什麼 什麼... 他說 你這個新人問題真的很多 可是大家也不知道喔 蕭瑤堅其實從小 看起來也許你覺得 從她的這個表演當中 你覺得她是個很活潑 很潮啊 很流行的女生 可是她從小 其實是一個一直在上課的小孩 對 我們家裡很嚴格 很嚴格耶 對 雖然爸媽分開了她到外婆家 對啊 她從小反正就是鋼琴課 什麼課... 全部都要想 情緒書話都要回 情緒書話都要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外婆會覺得 這樣就不會煩她 結果把我們全部都排滿滿的 妳看 妳小的時候 對啊 我小時候眼睛比早到大 好奇怪 大家說妳小時候眼睛很大 怎麼... 對 妳小時候眼睛很大 對啊 後面是有外公 外公是不是 對 所以小的時候 其實外婆就滿嚴厲的 但她的小學功課非常非常好 對 小學 小學的時候 對不對 但大了以後 我的天啊 怎麼會有這一張 記得 右邊的像男生也是我 真的嗎 對 我曬得很黑 然後有時候我在排球隊 排球隊 然後我那時候很... 很瀟灑的喜歡剪那種 很男生的頭髮 而且我都喜歡穿那種 Nike Jordan的那種球鞋 就想自己變哥們就對了 我就喜歡去那種做很... 運動 就跟我小時候學的東西 完全相反就對了 對 但妳弟弟就不是 對不對 他是一個很...很貼心 然後呢 不會有太叛逆的時候 不會有太叛逆的時候 有太叛逆了 天啊 哪個是妳 中...中間上面 趴在人家身上的 對...就是妳看得出來 對 Oh my God 為什麼一直要放這首照片 是誰選的 對 真的 好醜喔 我的天啊 我覺得還好 我眼睛就開始小囉 很小 這個是妳同學對不對 可是妳看 妳就是一個美人臉啊 對 我眼睛小時候很小 我笑起來就不見 就一條線 其實我覺得回頭看看那個時候 怎麼會想到自己會變成小天后啊 小時候是醜小鴨我覺得 因為我媽媽說妳眼睛好小 對不起妳 把妳生成這樣 妳媽媽會這樣講嗎 我媽媽說妳的鼻子啊 下巴 臉型都好好 就擦著眼睛 媽媽是美女對不對 很漂亮 我說我媽是年輕的 就是如果她年輕的時候 就很像現在孫芸芸講的樣子 真的喔 所以我跟孫芸芸講 妳跟我媽媽長得很像 但是我媽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而且媽媽是一個 就現在來講就是一個女強人 對不對 可以自己成立公司啊 然後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對你們來講 我覺得媽媽對妳來講 當妳想要唱歌的時候 她其實... 她在...妳在哼歌的時候 她就跟妳講說 妳不要給我去當歌星喔 會... 會 就很怕妳 她以前覺得演藝圈很複雜 因為傳統的時代會覺得 想到對不對 聽到的都是什麼 拿槍被壓上去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啊 歌廳的那個年代對不對 她說妳不要這樣 我們不需要妳這樣子 妳好好的就好 其實後來不是 反而是回來妳當了歌手 媽媽還覺得對妳生活 反而是管得更嚴對不對 對 各方面 但周邊的人 工作人員 大家像謙歌就更嚴 就比他還嚴 比他還嚴對不對 對 所以她就這樣 還滿好的 對 因為謙歌雖然 國際公司真的是 完全不是像妳想像這樣 然後我們都很有 怎麼都跟媽媽解釋 然後他們每天都會講電話 然後我都會說 妳跟誰在講電話 謙歌嗎 沒有啊 然後隔天謙歌知道 我在家裡說了什麼話 做了什麼事 那天李文來 我發現姚謙是用專攻媽媽的 是啊 他也是施奶殺手 我發現施奶殺手 他其實跟那個媽媽會同心 然後一起來把這個藝人 推到一個最好的境界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媽媽一定要說服 媽媽要了解 你們在做什麼工作 然後呢 再來整對你們這個小朋友 這個小朋友一定有 各自不同的想法 對 對 他現在要把那個媽媽的 雜音安定了 然後再來好好地把妳這樣 對 安撫好 其他都好說 對 其實爸爸這麼多年來 看到妳的表演 爸爸都沒有... 有爸 有啊 有來看...有來看妳嗎 有...有 有 對 對 幾次吧 有幾次 對 先幹嘛彈那麼悲情的歌 沒有 我記得 那時候媽媽不舒服的時候 爸爸還在留言啊 就是大家加油啊 我覺得在...在那個時候 我覺得妳爸爸其實自己也生病 也後來開始教導人家的這個生活 而且看到妳越來越紅 她也沒有來... 好像就一直在旁邊 看著妳 希望妳好... 希望妳好 但因為她也知道自己 在妳們小的時候 這個...就走了 離開妳們了 所以她也不覺得要來 能多說什麼 對... 這很像妳第一首歌喔 對 我的人生第一首錄的情歌 錄了一個禮拜的情歌 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們來聽聽好了 好 收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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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愛的那麼羞 有愛的那麼恥 與是夢醒了 搁淺了 沉沒了回首了 卻回不了身 如果當初在將回事 能敢觸發 啟動的靈魂 也許今夜我不會讓自己 在思念裡 沉淪 我跟妳們在唱歌的時候 她好像很習慣就... 她很習慣妳這樣唱 我在家裡有一次唱歌 我們家的狗 她也會...真的嗎 她會 她會唱歌 也會跟我講話 真的喔 她不是 她是很愛唱 真的嗎 真的 對 她真的很厲害 詹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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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我也愛你 賺你 她真的知道這些 她的發音 可能我的經紀 其實我剛才聽妳唱那個 熟悉的這個墨先生的時候 當然是從妳的爸爸 然後想到妳媽媽 然後其實我在想出道一來喔 妳紅得很快喔 然後後來妳真的是屬於... 我們就常常在跟鄉俊還是這樣 我說妳災難歌手啊 妳常常會怎麼跳跳跳 腳又扭到 太重感 對不對 太多事 就是太... 我常會顧前面忘記其他的事情 太投入 太投入是不是 對 太投入 然後我會逼自己要去做得很好 然後就... 其實身體已經累 然後都沒有發覺 然後忘我 突然就可能... 所以每次看到妳 本來跳得好好 最後就打了石膏上去 一直不能再來了 不能再來了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看妳這個 剛出道的時候 濃濃的眷戀的我 有人的氣息 都愛不釋手 愛是咖啡汁頭 孤孤的美麗滋味 夜一夜 藏在我心頭 求求... 我們班長害羞 因為她喜歡蕭爾瑄 幫我預備 謝謝 其實我們今天有準備一段節目 要獻給蕭爾瑄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大嫂 幫我預備 什麼 用髮摔摔 摔摔 不能走開 走開 用力明顯 像小小悲哀 揮手拜拜 拜拜 你們愈快 我會 怎樣 一個人 我的情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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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較好笑 我 好笑啊 你都忘記了 我完全忘了 小豬衛你那樣犧牲你都忘記了 我忘了 哎呦 因為這樣高湯跟我Rae 他們講的時候說有嗎 我有做過這件事 有喔 我都忘了 我只要譬如說一個月之前 就以後的事情我就會 蛤 對 我比較喜歡 因為我腦袋也停不下來 然後像我做這張我都會想 下一張說妳可以怎麼樣 什麼...可以怎麼樣 這張還沒有發好 對 妳就想下一張啊 我想下一張可以再玩什麼這樣子 對 那妳那個時候停了三年 那日子怎麼過 第一年的時候很開心 逍遙自在 對 逍遙自在談戀愛 對 因為那是主動性要求就是 我先不要續約 因為太累 工作太多 那以前年紀小 不懂得怎麼去排解自己的壓力 就是要嘛有 要嘛就不要有這樣子 對 就跑出去學跳舞唱歌 然後順便戀愛這樣 順便戀愛 對 媽媽很煩惱吧 每天都來給我那個龍捲風一下 真的嗎 真的 講電話就兩三個小時這樣 然後就會... 因為媽媽... 演一場劇這樣 演一場劇 因為媽媽是桑魚座 所以她很夢幻 她很...也情緒很容易激動對不對 對 然後又很想我 又很想妳 然後想著想著可能妳就... 她很怕妳那個時候對不對 她其實不會擔心我 會衝動到要去嫁人 她擔心是我不懂得去珍惜 對 保護自己 珍惜自己有的 然後她認為努力... 大家努力那麼久 然後她一直覺得說 妳就是太順了 所以妳不懂得珍惜 然後以前講我都聽不懂 對 所以就是... 後來就懂了 對 後來就慢慢就懂了 真的失去的時候 然後真的覺得 回舞台那麼難的時候 妳就會覺得說 其實以前能上舞台 然後有這麼多人幫妳弄的時候 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對不對 對 非常幸運 其實是自己... 那時候我不知道自己到腦袋 發生什麼事 想到什麼事 對 砸了什麼結 然後其實我覺得最可惜是 我沒有百分之百的 好好珍惜跟媽媽所有的時間 那是我覺得 因為今年紅白的時候 妳那個時候 媽媽沒有走太久 妳就出來 然後唱...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妳也很... 妳很堅強 然後前一陣子看到弟弟訂婚了 那我也覺得 就只有姐姐的... 對啊 突然奇怪是 主婚人無助擾 對 又當主婚人 但是我覺得 這也是媽媽的心願 弟弟有了一個好的... 好的人去照顧 對 但是我也覺得 人生是一個很特別 妳終於唱片公司弄好了 也出了專輯 非常受歡迎 然後妳就可以開妳 這輩子最想要開了一次的演唱會 可是在... 媽媽就生病 其實媽媽應該生病 是在2007年就生病了 對 可是... 可是在那個時候都覺得會好... 可是妳一直想說 讓媽媽看到妳... 妳現在乖了 懂事了 而且妳真的把唱歌當作 就像媽媽希望的 當作一個好好的事業 而且要站在小劇段表演 妳所有這幾年來的成績 給媽媽看 讓媽媽在醫院 好 我覺得那天... 很煎熬喔 很煎熬 很煎熬 因為其實在... 那時候公司有想要不要取消 因為大家知道說 我應該是會沒有辦法 然後... 我覺得妳一定要唱 對 那我剛剛那時候還有一些意思 還有一些寫紙條啊 所以妳一定要好好唱 妳一定要好好唱 對 其實那天... 我覺得最感人的那天 我們來看一下那天的演唱會當中 所有的歌迷跟妳一起 我的母親 現在在音樂裡 加油 我的弟弟也在音樂陪在他身邊 加油 但是我就覺得下面看著我 我希望你們可以... 上天祈求 讓我媽媽聽見我的聲音 請你們看我一起祈求 這給她一個奇蹟 讓我可以再好好唱圈她的機會 你們可以和我一起說 媽咪請妳要加油 我們都在等妳 不要放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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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我真的很愛妳 拜託妳 加油... 加油 其實Eva在那天講那一句 媽咪我真的很愛妳 其實我覺得孩子都是這樣子 在那個時候妳就會想起多少次跟... 跟媽媽吵架 很好悔 很好悔對不對 然後... 我們也常知道Eva是一個... 不能說任性 就是說因為媽媽覺得小的時候 然後把妳放在外旁那裡 所以媽媽也很醜妳 可是妳一直覺得說 我現在就是要這樣 我就是要這樣子 然後媽媽為了要... 要身兼嚴覆 又要堅持 所以媽媽很多的時候都說 我這是為妳好 妳說我不要... 我不要 其實Eva是一個還... 真是滿叛逆的小孩 可是我想在那一天妳都覺得 我為什麼都不能早一點 然後那天妳一定想到說 媽媽 好多的時候 我現在都懂妳為什麼要 對我說那些話 對啊 其實比如說媽媽走以後 從她走之後到現在是 我過的生活完完全全是她 一直要我 就是過的生活 我會照顧弟弟 照她的意思 對 然後晚上幾點 就會讓自己要睡覺 然後要珍惜自己的羽毛 要好好的就是各方面 好好珍惜好好對待旁邊的人 對待家人 就是突然間刹那間就一切 就都懂了這樣子 對 所以...對啊 所以我們也是要告訴電視機前面的 小朋友 對 小朋友說 其實媽媽每次在講話的時候 當然我... 你們常常都會講說 我想Eva那時候就說 妳媽 妳不等我啊 妳不等我 妳不是 其實當媽媽走的時候 妳就發現 其實媽媽都是為妳好 全部都是 對啊 就很無私 我覺得那是無止盡 最無私 然後自我奉獻 對 我覺得那是最大愛 對 最大愛 但是如果現在媽媽... 如果媽媽... 我相信媽媽會看得到 在看到妳的演唱會 她也覺得說 對 她都在 她跟我先生去巡迴 我... 我每... 我其實很久沒有夢到媽媽 但我之前在新加坡 這一次 我帶來之前的一個多月 都沒有在夢到她 但我每次只要演唱會 我那天早上都會夢到她 夢到她 對 所以她... 因為她在跟我經紀人的時候 她最大願望就是希望看到我在 舞台上再次展翅高飛 然後... 對 所以媽媽就知道 這個演唱會對我很重要 然後在台北那一次 她就等到隔天 所以其實...對 現在就是覺得... 不過我覺得她講比較好 因為她到... 她現在最快樂沒有病痛的地方 然後朋友都跟我說 妳就想媽媽是 做了諾亞方舟先去鋪路 然後妳很快去媽媽 又買好房子什麼都弄好 等妳去 我就想說沒關係 再幾年再... 但是我想... 我覺得媽媽如果看到妳說 妳現在會照媽媽的意思都這麼做 照顧弟弟 然後把自己都安排很好 該出片就出片 該去演唱會去演唱會 我覺得媽媽會很安心 換一首媽媽喜歡聽的歌 好 好 來 好 看黑夜天空 想起妳的手 只過到那顆星球 你已不潮流 因為已接受 分開了 你是快樂的 我生活的人到現在還很多 至少你不是其中一個 在我退出後 我愛你那麼多 所以那麼痛 當我發現我 當在你舊愛的途中 我愛你那麼多 愛得很那麼痛 每次入睡後 都做了同一個夢 淚轉身軟空 我剛剛在聽妳唱的時候 我就在想 媽媽那個時候身邊... 因為我自己我是做媽媽的 媽媽一定不放心 覺得說我不在了 Elva會怎麼樣 她會不會還像以前那樣 不聽話啦 任性啦 或什麼 其實妳知道嗎 人很奇怪 媽媽不在了 一夜之間妳就長大了 對 因為妳沒有人好撒嬌了 妳知道 其實有的時候 自己是在外面不順啊 或者幹嘛 那感情不順 順和不工作不順 妳就把那個氣 觸在媽媽身上 對... 好像大家都會經歷在... 大家都會這樣子對不對 對 我媽也會對我爸... 是不是 我們兩個其實很像男女朋友 像男女朋友 因為我媽媽是... 像他們就我說 什麼專特殊技能 大家都不知道 我說我可以修燈泡跟修馬桶 我就是修馬桶 我說對 因為我媽每次只要什麼壞掉 就叫我去 然後蟑螂來了 去打 蜘蛛來了 去打 這樣子 所以我就會被她訓練像男生 然後我會過度獨立 然後忘記撒嬌 忘記做女兒最基本 她要的這樣 現在想起來就都很後悔 覺得說 那時候我應該要體諒 很多她的心情 我應該把我自己 放在她立場 可是全世界人我都可以 那時候是對媽媽沒辦法 就是就會覺得妳是我媽 妳應該要懂我 妳應該要懂我 全部人都可以什麼 妳不可以要求我 其實我現在都說錯了 我常常都跟我朋友說 像我弟弟跟他... 跟他未婚妻訂婚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我相信媽媽要的 一定就是你們兩個開心 不開心 都要永遠去做 彼此扶持的對象 然後不好的時候 兩個要經營 牽手度過 不可以去責怪彼此 先檢討自己 然後把自己放在妳的立場上想 然後怎麼樣都要牽著手 一起好與壞這樣子 對 我相信這是媽媽最希望 然後我們可以找到另外一個伴 因為他沒有這樣的對象 所以他什麼都要自己 對 你知道我聽妳講的話的時候 我覺得妳媽媽真的可以放心 現在的Alpha真是不一樣了 一夜之間妳真的就好像長大了 其實你知道我看到妳的時候 剛剛那個跳舞的樣子 妳那個時候白白皮膚 眼睛小小的 很可愛 可是看起來就是很有個性 然後他們跟我講說 妳是在溫哥華 那本來是參加什麼... 就是說要歌唱比賽還是怎樣 就選成要三個人一個團體 對不對 本來是 我跟蜜雪威姐的Michelle 在歌唱比賽認識 然後後來常去他們家練歌 然後認識他姐姐Alisha 然後我們三個人 就變成很好的朋友 然後那時候 跟謙歌認識的一個朋友 在那邊看到我就說 他想要我當歌手 我就說 他說那不然我們一起 因為我跟他們很好 對 就我們三個人的舞團 我們三個人一起 然後又瞞著媽媽比賽 什麼... 什麼都沒跟他講這樣子 後來是被親戚在溫哥華看到 因為他是電視有直播 他說那個不是... 因為我是本名叫小雅之 他說不是雅之嗎 然後人家打來 我媽問我說沒有啊 看錯了這樣子 對啊 沒有啊 對啊 然後媽媽就知道 然後小孩子真的很奇怪 就以為上電視 媽媽就不會看到 對 但我媽都知道你在幹嘛 對啊 都知道啊 可是以前就覺得她都不知道 然後我媽後來就說 你都不知道你以前走過路 我都走過 我媽會這樣很常 對 她就說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幹嘛 對 這句話媽說得真真是... 所以母女啊 你知道為什麼母女的時候會吵架 母女就是因為自己也曉得 你在想什麼 我也知道 我年輕過啊 我就知道 對 我都忘了 你都忘了對不對 我根本不知道媽媽知道 我在想什麼 所以那時候三個女孩嗎 Michelle還有一個 Alicia Alicia 對 所以最近有跟他們聯絡嗎 有啊 Alicia現在在台灣 然後沒事要有生小孩了 又被逼了 她現在是我的鄰居住的樓下 住樓下 對 所以我們又回到了 最原始念書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妳的最初的祕密 那個時候比如說 在那裡...在溫哥華 那個時候聽說到台灣來 也是斷了 對 那Alicia最清楚了 對... 我們要不要聽她說 為什麼會有 我們沒有先路 我們讓她自己來講Alicia Alicia 她不要懷疑我 難怪準備拍MV的時候 大家那種... 什麼啦 又要什麼意外 嗨 媽咪 妳好 所以這是... 嗨 我今天還問說 妳要來跟我來參加這節目 就來陪我錄影 她說我想想看 然後剛才打電話 好 妳說她做了什麼事情 好想想妳這邊 Alpha是 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女孩子 她可能有時候表現得比較強悍 但是... 對 很強悍喔 對 前兩年我爸爸走的時候 他雖然工作很忙碌 但是每天一下班 一下完通告 他就跑到醫院陪我 對 讓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她就像我姐姐一樣 所以就是... 因為... 因為她有麻煩的時候也是去找妳啊 像... 謙歌就這樣 這樣的時候啊 然後我就覺得 不呼吸的時候 我很叛逆 對 然後感情啊 跟我媽吵架 我跟妳媽吵架 那妳幾乎都對她家了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她是妳的避難所對不對 因為她很支持我 可是她溝通的方式 她會用循序漸進的讓我知道 但是我覺得 Alesia 妳覺得Alva是不是對... 一談到感情 就是有一點點 因為她感情很豐富 對 她之所以會把她的情歌 詮釋得這麼好 是因為她是真心付出 在談每一段的感情 對 我還聽說妳那個時候 本來要去拍《藝記回憶錄》 那是一個... 那是可以進入國際影壇呢 妳就是為了...為了... 不是開玩笑啦 我開玩笑 是因為妳男朋友不願意妳去 沒有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太... 顧著...就是...就是跟愛神為伍這樣子 所以就覺得說 我就是今天不要接工作這樣 真的喔 她真的會這樣子 她會 妳說她媽媽怎麼不氣瘋了呢 對不對 所以她只要躲到妳那裡去了 對不對 對 姐妹濤其實就是在這個時候 互相扶持一下 讓她不要太過分 對不對 對 妳是牛嗎 然後在走錯路 我最希望妳不用走 林荺良心講喔 在她傳了這麼多的緋聞當中 妳有贊成的嗎 她真的跟那個... 林荺妳看我 不要看她 有沒有贊成的 有... 有一些我覺得... 有哪一個妳覺得其實是很適合的 有其中一兩位還滿適合的 滿適合 對 那為什麼會分手呢 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是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她也滿辛苦的 做成一個公眾人物 對 要不然就是 有時候男生就是不懂得珍惜好女生 對 男生就是不懂得珍惜好女生 還是... 還是妳有一次 我記得妳講過一話 我還是交個圈內的算了 她不太了解我 交圈外的男生 很難了解我們的工作 只有... 因為圈外的他們會覺得說 為什麼妳要躲 然後為什麼不能讓人家知道 然後為什麼我們坐要坐鞋對腳這樣子 然後就很多為什麼 然後就... 然後為什麼不能陪我出去玩 為什麼... 然後就會 我一直解釋說妳真的不正常 為什麼妳錄音錄那麼久 為什麼妳要去參加這個活動 為什麼妳一定要去參加那個演唱會 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妳要跟男生這麼接近 就是工作 我就覺得說 然後就開始造成很多的爭吵 對 會 為什麼... 因為我是蕭雅軒啊 妳覺得會出現一個男生嗎 妳說現在嗎 對 有男人會出現嗎 不會吧 妳們為什麼笑那麼奸詐 沒有吧 沒有 因為如果妳沒有男生 就不會有男生出現 沒有啊 我現在沒有 但是我不知道妳們會... 會找一個什麼男生嗎 對啊 所以這個就... 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考驗藝人的 因為藝人如果心裡有個男生 他就覺得會有人出現 如果你覺得沒有男生 就沒有人出現 對 不是怕以前的出現 他現在...現在因為我的工作 對 對 那就沒有啊 以前 對 過去應該都是變好朋友吧 妳好緊張 我也很緊張 對 對 都... 都OK啦 就有的就比較沒有聯絡這樣 就沒有...對 其實喔 這一路走過來 我覺得年輕女孩子 都應該談戀愛 Alicia也應該談戀愛 對不對 碰到好的人會 她在等待那個對的人 妳也在等待對的人 對啊 妳們兩個都在等待對的人 對啊 都長得這麼漂亮 都找不到對的人 對 而且好的已經被定下來太久了 對 我們是已經... 已經都已經有那個 還是會有...會有好 對 我覺得我們需要... 我說我們需要去... 接下來去旅行 或什麼換一換生活圈這樣子 不然都是類似的這樣 我就說 我們也找不到好的人 我覺得...為什麼 妳這個音樂 為什麼配得這麼恐怖 好 其實... 一切都是假的喔 所有的事情嗎 演藝圈什麼事情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是真的 人家說妳跟房主名像German 對不對 非常... 非常 對 她是我的姐妹 妳這樣講她沒有 不會 她很習慣被我這樣 就是...她說阿里說什麼就算什麼啦 開心就好了 她很可愛耶 她人非常好 就是好家庭 沒受過苦 所以永遠都充滿著很多愛 對她的朋友 對 而且她是一個很好家教的男生 家教非常好 對 非常好 So nice 對 然後教得好 然後所以很... 體貼 善解人意 然後各方面我覺得她講... 她非常有智慧 但是她懂得怎麼去用玩笑的方式 帶過一些事情 不行 就要講 已經進了兄弟道了啦 對 真的 就是 我會覺得她會可以以後 做我的小孩很好的那種 譬如說乾爹或是什麼 對 天妮 妳覺得她會喜歡像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類型的男孩 對 她喜歡... 什麼樣類型男人可以照得住她 在事業方面一定要有成就 要成就 真的喔 她是一個很強勢的女孩子 很強勢的女孩 對 但是是好的 是好的 對 所以男生一定要有事業 要長得帥 要長得帥 這是跟媽媽一樣的 喜歡帥的 順眼... 但是妳要她的那種帥 但是事業又要更好 對不對 我覺得要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不一定她現在已經怎麼樣 所以她講的是她很清楚 對... 她要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其實Elma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像楊錦華什麼 都是妳的好朋友 對不對 妳的床真的很擠耶 很擠 對 還好楊錦華去談戀愛 一個頻道在談戀愛 對啊 她在拍中午夜跟談戀愛 所以就更忙了 對 其實呢 其實說起來我們是開玩笑 真的很開心 妳現在是瀟灑小姐 我覺得這一切 我們唱一首 新歌給我們聽聽 好嗎 來 唱什麼 講了那麼多 結果來個錯的人 對 我們講了這麼多對的事情 結果來 我們唱錯的人 對 來...錯的人 朋友都勸我不要不要 不要鬧自己的幸福 開運玩笑 但是昨天已經那麼累 這心心的想要她 在愛裡連真心都不能給 這才真正的可笑 愛得太重 太容易讓自己犧牲 太容易讓自己沉淪 太容易不顧一切滿是傷痕 我太笨 明知道你是錯的人 明知道這不是緣分 但是我還奮不顧身 我還奮不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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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幾位 其實今天喔 Alicia 金雲來的時候 最驚訝的不是蕭雅先 是我們的樂隊先生 你知道嗎 這是多巧的事情 阿咪跟他說 他... 你小的時候去聽他們唱歌對不對 對啊... 我媽媽會帶著我們 去聽樂團表演 聽樂團表演 對 就看他們嗎 對 對啊 再嚇一跳 你們以前都唱什麼歌啊 讓我們聽一下 讓Alicia... 回味一下嗎... 戴著我們那首 是稍微有趣 這感覺自在 我不是一種人 那是一種人 他只能不能 他只能躲 我沒有錢 其實我真的沒有錢 但是 もし我... 我買買一個大廣場 那裡都可以老是 好 謝謝 今天真的太開心了 其實在我們的 驚喜月潭當中 大家就覺得好有緣分喔 其實人生真是有緣分 才會在一起 小雅瑄今天聽了妳講了很多 好多的都是女兒的心心 其實聽起來真有點心酸 但是也是告訴很多 電視機前面的女兒們 好好的聽話 好好聽媽媽的話 而且對媽媽要說的話 要說的愛要早點說 小雅瑄 今天看到妳這麼懂事 這麼漂亮 小燕姐也非常非常的開心 祝福妳瀟灑的小姐 一直瀟灑 S S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妳的KS blow your care OK